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使用比例尺来缩放乘一服装图纸 首先把圆形后片描绘在图纸上 接着大家可以看到图纸上后片是要水平向上0.5厘米 这时我们就可以拿出比例尺,找到比例尺上0.5的位置 这把1比6的比例尺一个刻度代表的是1厘米 所以我们就用它一半的宽度就可以 在后片中心线上向下0.5的位置标记出来并画出水平线 再把前片底部与水平线对齐描出轮廓 一片都描绘好后再来修改绣拢线 需要变动的地方是页下和尖点 也是根据尺子上的刻度来进行标记 标记好后再画出新的尖线和绣拢线 都完成后我们还需要再确定衣裳 这里就不需要参照图纸上的长度了 而是通过测量娃娃需要的长度即可 为了方便大家参考 我绘制的圆形上下装分件线是在肚脐的位置 再拿出比例尺,看第二行1比1的刻度 不过看缩方的刻度也可以 只是我觉得1比1的刻度更方便我们来记忆 衣裳确定好后,我们还需要测量测缝长度是否一致 通过参考页下这块也能看出来我们的前片测缝线有些长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部分差异缩减到底端并重新绘制底边 最后我们还需要扩展出缝和扣子的位置 这里可以参考图纸,也可以结合着需要使用的扣子的半径来确定 扣子的位置可自行决定,也可根据图纸来确定 这里这个4.5代表的是内衬的宽度,也需要标记出来 这样一片大体就确定出来了 还有一个领子部分,大家可以根据图纸上的数据来尝试一下 而袖子部分由于这个款式变动比较小 所以直接用圆形的袖子板就可以 这样我们的图纸就缩放好了 放在娃娃身上来试一试,是不是觉得很容易 你也行动起来吧